金華城案的容積率高達百分之八百四十 引罰了爭議 國土署長吳新修表示 容積獎勵希望可以優先放在公益上 要避免獎勵單一個案 單一的族群 另外呢 也有 若是個案 有胎過頭的話 也會要求地方政府來修正 而這也被解讀為中央 將要控管容積獎勵 地方政府也做出了回應 他們樂見訂出容積獎勵的控管制度 讓地方可以有所依循 金華城董作四月底曾出面強調 金華城改建的容積率是根據都市計畫法 第二十四條獲得百分之二十容積獎勵 不過問題在於該容積獎勵來源 卻是准用都根建築容獎辦法 但金華城不是老舊建物 也不在都根規劃區域內 引起一連串爭議 連帶高雄國賓飯店改建案 取得百分之一千一百四十二的容獎 也受到關注 對於各界熱議容積率問題 國土署長吳欣修表示 容積是公共財 容獎應優先放在公益上 並要避免獎勵單一個案或族群 若有些案子太過頭 就會透過監院或要求地方政府修正 被認為中央將控管容積獎勵 地方政府表達樂見中央儘快定出容獎管控制度 已有所依循 卻而解釋在都市計畫規範中 土地使用管制規定了建幣率 就是一塊土地上有多少面積可以蓋建物 以及容積率是建物能蓋得多高 以維持城市景觀與空間 容積獎勵的原意是希望鼓勵民眾進行 偽老重建都市更新 且中央與縣市有各自的融獎還可以疊加 不過現在似乎有使用過當的狀況 學指出中央本來就有權限跟責任 檢討各縣市政府的融積總量與融獎 因此贊同進一步訂定相關規範 適度管控融積獎勵 直接平時雙市城綜合報道